欢迎回到新现场来看传统如何延续 在戏棚下看布袋戏可以说是台湾早期民间娱乐 而随着时代的演变 现在传统的布袋戏主要在庙会或者是庆典上才能看得到 而位在屏东的东港地区家传有四代的布袋戏团 他们不但受到疫情的影响减少了演出收入 同时也要面临转型跟传承的问题 像这样的传统野台戏 现在只有在神明庆典的庙会上才能看到 加上近期受疫情影响庙会活动停摆 家传四代的东港大时代布袋戏团 在中原期间勉强接到几场演出 即使卖力演出台下欣赏的观众仍然有限 我做小孩时 虚拟还没打 就一大堆人在看 这个庙会就像我们现在的庄典的艺术 这个大时代是我们老闆时 在民国六十几年 要到七十年的中间 以外名字去逛 如果一般都没教的就是靠实力的 不去攻阻没什么可能没人看 这就是没来 有人看到没人看的演出的方向 也不一样 心情也不一样 所以没感情的戏在做并自私 拜见老姑 嗯 我没叫 爱叫老叔 没当叫老姑 好 好啦好啦 拜见老叔 东港大时代 从最早的皮影戏到现在已经传承到第四代 刚升上高中的陈玉峰 熟练的操演戏友 同时说着一口流利台语 他可是从小就开始接触 那个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玩 不知道应该说因为当时候看那个家里长辈去做戏 然后看到觉得很有趣 所以就自己拿来摸索一下 以后就是有兴趣想要接这个工作 疫情期间虽然演出机会不多 布袋戏团仍把握机会做爱心 即将开学前捐赠书包与文具到屏东偏乡的三颗部落 因为最近刚好有跟那个新商团有做类似慈善的接触 若是跟这些贫苦的啦 或是有力量我们都会尽量跟着三天 最主要就是说现在像学校 工艺团体 新建航号 若是说有时候说要我去教孩子 抓孩子的 我都是义无反顾 都说可以去跟他参加 传统布袋戏团不只面临到传承问题 还有演出机会减少的压力 布袋戏团变成了副业 许多人甚至在外面上班或打零工 如何不让布袋戏这项传统记忆失传 需要吸引现在的年轻族群认同与支持 仁京卫视五庸曲 屏东采访报导 好 好